当地时间14号 正在比利时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就公开声称 美国打算根据基辅的需要 继续向乌克兰发送一些类型武器 并派遣自己的军事教官 面对军事施压 俄罗斯迅速作出回应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13号表示 北约国家及其他势力的军事力量 在俄罗斯边境地区政变得更为活跃 这迫使俄罗斯保持警惕 俄罗斯正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边境安全 尚伊古当天在俄罗斯北部 北莫尔斯克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表示 美国和北约正在向欧洲部分 俄罗斯边界附近调遣军队 兵力主要集中在黑海和布罗的海地区 据俄方掌握的情报 北约方面将在俄罗斯边界附近 部署大约4万人的部队 尚伊古说 今年年初以来 美国针对欧洲部分 俄罗斯边界地区的空中和海上侦察活动 均有增加 北约每年进行多达44训练 并且具有明显针对俄罗斯的倾向 尚伊古表示 为应对西方的威胁 俄罗斯也采取了相应措施 预防防器 俄罗斯黑海舰队信息保障处14号发布消息表示 一支战舰编队出海演练火炮实弹射击 消息指出 由马卡罗夫海军上将号会舰 小型导弹舰格莱沃隆号 和上沃洛乔克号 西蒙峰号小型导弹7点船 伊万哥鲁别4号扫雷舰 以及数艘大型登陆舰组成了这支编队 同一天俄东部军区新闻处发布通报 在滨海边江区举行了大规模实弹射击演习 约4000名官兵参加 500套军事和特种技术装备投入靶场 演习期间演练了坦克旋转木马 敌后空降 机动防御 反突击等战术